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谈判策略里面有关于谈判 实质谈判程序的相对的策略 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在实质谈判的里面的开局 磋商和结束阶段我们有哪一些策略可以运用 好开局的时候我们通常是需要留余地的 你们的陈述就是自己的陈述要留余地 以备讨价玩家 以备这个过程当中的讨价玩家 你不要一次讲死了 那我们开局的陈述呢 通常我们会建议是优先发言 抢先发言来争取主动权 可是有些时候呢 大家都要争取主动的时候那就不太好了 那有些状况呢 如果你的态势比较弱 实力比较差一点的话 保持沉默迫使对手先发言 这个因为先发言有主动权 可是他也多讲多错 这个所以这个谁先发言各自有优劣 优劣点 那如果开局的时候如果冷场的话 东道主应该有风度应该要先发言 这是一般国际的惯例 然后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 要掌握议程 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能够把这个议程的时程要 这个节奏要把它掌握好 不要一开始拖太久 然后你在这个开局的时候就开始要察言观色 看看对方在面部表情 动作肢体语言等等的有些什么样的表现 对于双方的这个所谓offering 就是陈述和开价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时候就要开始察言观色了 然后要未雨绸缪 就是你为了要因应这个谈判过程当中的不预期因素 要事先假定好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 预先采取好因应措施 好那在磋商的时候呢 就实际的这个所谓的讨价还价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报价原则和报价的策略 还有还价策略 那报价的原则呢 这个其实所有学谈判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喊价都是要高的 我们第一个喊价都是要高的 免得把自己的底线自己的自己的余裕 给就是自己的这种 就是什么 就余裕把它都耗尽掉 所以我们喊价要高 可是我们出价要低 把喊价和出价之间的这个间距拉开 这样子双方才会有谈判的空间 不过你喊价高也不能太高 太高就是等于所谓足高台 或者所谓的狮子大开口 会把人家吓到 那吓到的话可能就会迫使谈判这个破局 没办法谈下去 然后我们具体的报价的策略呢 我们先讲它的价值 先强调的价值 然后再把这个价格说出来 所以我们先强调价值 先吸引对方了解我们这个提案有什么样的价值以后 他比较容易接受你之后提出来的价格 然后即便是价格呢 我们也也希望能够把价格做分割 就是说你提出来价格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分解 就是所谓的议题分解 就是这部分我要 这部分我要把它分开 把它分开 那我们价格分割的越细 我们的谈判空间或配套措施的组合也就越多越大 然后价格要去比较 也所谓的货比参加不吃亏 价格的差异呢 是不是你跟别人跟别人的价格差多少 那你的配套措施有没有那样的价值 这都是我们在报价策略上面要去思考 那你还价呢 还价策略有这么多的这个策略可以运用 那我们分别来看 探索虚实呢 就是说当对方提出来或是报价或是喊价 喊出来了以后 你首先要对他的报价内容去进行调查 所以调查的工作在谈判过程当中也会执行的 也会执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资源的人员 专业的幕僚在背后资源 然后你对于报价的依据呢 始终要保持怀疑的态度 当然我们彼此应该有互信 不过因为这个喊价的内容和报价的内容呢 通常都会有一些虚张声势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要把这个虚张声势的成分把它过滤掉 所以我们要保持怀疑态度 那在真相未明之前呢 这也是一种延迟的战术 就是我们把这个谈判 就是我们不要让自己当下立断 免得做了错误的决定 所以要稍反一下 所以我们常说谈判是一个旷日废斯的 是考验耐心的一个食物 好 头时问路呢 就是我们问what if else 这个what if then else的这个问题 就是提出来如果什么状况发生 那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的 这样的问题 就是假设性的问题了 你提出来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提出来这个地方 这一方通常是不提解决方案 然后呢 那我们的回应呢 其实我们的国内的政治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要求对方提出建议方案以后 才可以正式的回答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你要把你的具体状况 就是说如果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然后你再问我的答案 OK 这是针对于头时问路的攻防策略 好 那吹毛求疵很简单 那我们如果对于这真正的真实问题 我们就职工腹地 甚至可以要求私下会谈 这个因为真实的问题 通常都是就是比较隐秘的 隐秘的 那我们私下会谈也可以保留对方的颜面 可是对于无谓的问题呢 我们就要理性的回级 那你要理性的话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根据 或是相关的资料 你才能够回级 这是要吹毛求疾 好 那不开先例呢 通常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是鼓励谈判者 就是说不要乱开先例 尤其是对于对方提出来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呢 你就可以用我们没有这种先例 所以我们这个谈判队伍呢 也没有办法开先例 这个是一种应对 这个对方私事大开口 或者是不合理的要求的一个回应的策略 那最后通牒呢 最后通牒就是 当你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而对方纠缠不凶的时候 适用 请注意到这两个条件最好都要配合 你不要在你有利的条件 这个有利的时候 你就给人家这个最后通牒挨得美顿书 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受到压迫 那我们先前已经讲过压迫式的谈判 它的后果通常是不好的 然后你提出的时间去恰当 你不要在谈判过程才进行到一下 这个没多久 你就给人家最后通牒了 最后通牒通常是 当大家已经有大致的共识以后 你逼迫对方 稍微压迫一下对方 让对方早点下决定 所以这个十几点要去掌握 那你的延迟 或是你的用词前句 应该要委婉 不要强硬 然后呢 可是你的根据要是强硬的 要实在的 你要有文件或是理由支持 虽然我们在最后通牒的这个 这个 根据强硬 可是我们延迟委婉 内容呢 那更要有弹性 让对方有出路 就是让对方敢让步 或是让对方敢输 像这样子的 这是最后通牒的这个战术 激少成多呢 或者是我们讲 激杀成塔 就像这个图片所显示 其实就是一种 Nipple Strategy 就是所谓的蚕食策略 我们蚕蚕蚕吃商业 对不对 通常这个很慢 在这个很缓慢的过程当中 不太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 或是大家都觉得 你没事只有吃这么一点点 对不对 只要求这么一点点 所以不太在意你 所以这叫激少成多的这个策略 或是战术 那我们通常这个在谈判当中 是用的蛮多的 好 那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结束 我们要朝向这个签约 就签递协议这个方向去迈进 所以这边有期限的策略 就是说我们的期限快到了 我们希望在期限之前 能够签递协议 所以我们以期限来促成签约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提供 提供一些优惠的措施 鼓励尽快签约 就是想说 到最后你还考量什么东西 好那我再给你一些什么优惠 比如说你如果多买两倍 我给你打八折 好像这样子 这就是一种优惠的策略 那行动策略呢 就是你自己就开始拟定朝约了 促成签约 你自己拟定朝约 那对方向说 你已经在开始拟约了 那通常我们讲说 合约是双方都要拟定的 然后来谈 这里面的用词潜质 要双方达成一次的共识以后 才能够签约 所以你先采取行动 就可以容易促成 对方也开始签订朝约 拟定朝约 那正式的签约就比较容易达成 然后细节策略呢 那叫last escalation 最后摊牌策略 细节策略通常是比较诡异的策略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都已经要达到签约的地步的时候 双方都已经缓一口气下来 觉得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 你在针对细节问题 说等一下 这里面细节我们好像还没有谈好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 针对细节再要求更多 这个叫做last escalation 最后摊牌 然后这样子的策略呢 可以迫使对方就想说 我们都已经要签约了 都为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细节 还在那边纠缠不休 不值得 所以就比较容易让步 可是呢 如果对方觉得 他已经差不多退到底线了 你这个时候再跟他要求细节的话 就很容易使这个谈判破局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要晓得 这细节的策略要谨慎使用 谨慎使用 然后最后一个是暗示结束 就是说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祝贺谈判成功 就是说大家都很辛苦了 你讲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就是说我们谈判 也谈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步的动作 就应该要签约了 这就所谓的暗示结束的策略 好 那我们这一张 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谈到的是程序的策略 也就是所谓的实质谈判里面的 开局磋商和结束的策略 我们谈了很多策略的运用 那在这边再次要跟同学们再次强调 那就是说我们策略的运用 各自有它的优缺点 还有它可运用的时机和情境 所以呢运用之妙 存乎一新 你不要太僵化的 这个运用这个字面上的仪式 而是要看情境 灵机应变 然后灵活的运用 这样子策略才能够发挥和产生好的效果 这个是要反复再三的跟同学们强调的 好那我们这一张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好那我们这一张的介绍 我们这一张的介绍